第15条,他问是平均数,不过由本来的数据加上9 想问新的平均数是多少?不是,他想问有什么变化 逢亲变化大家要记住公式了,就是新减旧 这个其实就是变化了,如果得出来的答案是负数代表减少了 正数就会代表增加了 好,在这里偷鸡教大家怎么用计算机去快速计一些平均数 首先我们要按Mode,我们转换模式 按两下之后你会找到SD 按完之后你应该看到左上角有SD的符号代表我们进入了统计数据的Mode 然后你需要找一个CLR的符号 按一下Shift,按一下9这个型号你会找到 第一个它是Clear Statistic代表清除从前数据 即是什么数据,统计数据的资料 就是方便我们入新的数据的时候不会被旧有入过的数据影响 你要找的是这个,CLR 然后没有了以前的数据当然是入新的数据下去 如何入呢?就是按3M加5M加,那我就入了两个数据了 然后分享多一个入法,我们有3个6如何入呢?按6,然后Shift,逗好 好,我们出到分号代表我要入多少个,打3代表我入了3个6进去 但你叫LINE是3是什么意思呢? 代表我入第三次数据,不代表是第三个的 那我们混合两种方法入数据给你看 我按7M加,8Shift就好,用分号入两个8进去 又要按M加,3个9你可以9M加,9M加,9M加,9M加 所以你认得你用任何方法,最后记得查一下你入了多少个数据 那你需要按的是,Shift,1就是一些统计用的符号 就是,譬如第3个是N,这个N代表是有多少个数据 你按Answer,它应该会出到11代表我入了11个数据 你数一数,这里真的有11个数据,就代表你没有入多没有入少了 到关键的一步,怎样可以直接叫它帮我计算平均数呢?Shift,2 找X上面一个bar的就是平均数的意思了 我按Shift,SDO,A就是把答案储存,方便我做比较 然后再按Shift,A,B,C就是转为假份数,让我记下它了 所以答案呢,我们本来的平均数应该是11分之76 然后呢,根据题目呢,每个数据都要加上9 所以呢,3加9是12,5加9是14,6加9是15,如此类推 写完新的数据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快速再练一次 怎样用计算机找到平均数了 好了,过程呢,一开始就检查一下这个模式是不是SD 是的话呢,我们按Shift,9,1,代表清除旧有的Data 我们入新的Data,12,M加,14,M加,15 然后按,没有好,Shift,逗好,出没有好之后呢 按3,代表入3个15,16M加,再按17,然后Shift,逗好,出没有好 入2个,M加,再按18,Shift,逗好,出没有好之后呢 3,代表我入3个18,再按M加,total呢是几个呢 Shift,1,3,找了N是11个 然后我们再按Shift,2,1,找个平均数之后呢 由于它是无障小数,我们变回假份数,Shift,A,B,C 答案是11分之175 那么呢,你见到呢,我直至找答案的话呢 通常出现一些一分题,我建议同学这样做 但如果多过一分呢,同学真的要写步骤了 至于怎样找到的答案就由得理 新减旧呢,同学会计到是9正数来的 所以答案是A增加了9 当使用完,当然是教大家怎样离开这个模式的啦 先按Mode,找回第一個COMP 我们就离开了这个模式,变回正常的模式的啦 最重要是检查一下上方有没有SD这个符号 我们通常用开会有英文字母D 另外有个M代表你曾经储存过一些数据在M的位置